大家好,歡迎來到港京佬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Subscribe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多謝大家 第九場312米,5時10分開跑,一路勝出色,135磅五檔,巴道奇,賽海馬房 這馬隔一個月左右,試了貨集,跳了四貨 上季巴道幫這隻馬拿過兩邊,人馬合作就相當之夾 潘頓放下了他,最近兩次都潘頓跑,前一次回來也上名 但上次跟在前面也輸得比較遠 當然可能跟一隻維港智能斷氣,那隻真的應該都幾超級 所以變相上場爬得比較差,但狀態沒問題 而且這次出賽前,蔡漢就給他加一閘試試 其實那閘就自在鬆下去 所以變相這次勝得出色,這次的五檔也算是不錯 但你說要贏,可能也有機會分數差不多 二號坎天鐵翼,134磅白檔,田坦琦苗莉德馬房 這馬是苗莉德的初出馬,試了三貨集,跳了十六貨,有三貨是怕跳的 賽前三貨集,其實都入到頭三名 進度看來好像來得不錯,但這隻馬也在英國曾經贏過一場千二米的二級賽 但始終這個馬房最近真的很弱勢 這隻馬做得不錯,狀態也有在 吸數也應該不會差,但馬房這樣弱 看看田泰安有沒有機會幫這個馬房打破這個門局 三號加州雷電,132磅三檔,中日禮騎,高通人馬房 這馬兩星期,跳了一貨 其實這隻馬已經超過一年以上未入過頭三名 狀態其實來來去都是差不多 但表現每次都一般 無論是用中日禮也好,即是用減幫騎師也好 抽好檔,跑適合路程,甚麼都好,都沒有的 最近都比較久沒有入過頭三名 所以這隻加州雷電,看來都推得頗快 四號超百姓,130磅十檔,報民期,葉初銀馬房 這馬隔一個月,跳了三貨,兩貨拍,跳了一貨彈集 近兩次,其實都已經越跑越近的兩次回來 都是第四,而且還要在後面這樣追上來 你說是不是很好水準呢? 我覺得上場維港智能那場水準都不差 動感先鋒12馬這樣 但這次用報民就不同了 或是你在中間找不在用的那些 有機會再拍得再近一點 五號四跑得一貝十七磅二檔 梁家俊,騎大威斯馬房 這馬隔兩個月,試了貨的集,跳了100貨 今季其實已經贏過馬,贏了一隻齊天大勝 但齊天大勝之後跑成怎樣? 其實是之後就立即贏的了 當時以為那隻馬這樣贏得水準不錯 之後可以維持得到 但這個馬房真是一般的 很少馬可以打鬥得到 最近跑得比較差 所以隔久一點馬再做過 賽前貨集就贏得到 力度狀態都很緊 加上這次的二檔隨時有機會翻身 羅浩旺神區114磅 潘明輝其實深夏城馬房 這馬隔兩星期跳了兩貨 兩年勝就不再說 上次前次都說這隻馬多厲害 早點發力一樣贏你 這馬一成熟 即是這馬學到少少東西 能夠跟得到你 不需要再這樣排的時候再贏 所以就算升班對他來說難度不大 就算抽11檔我也不會擔心 因為他前次贏馬的時候已經抽大外檔 所以我覺得這馬三班對他也是過客 潘明輝繼續跑 這馬到時希望 因為升級班 不要太熱 如果升級班還是那麼熱 沒什麼頭主角 味道 但這隻馬來講 是相當 fit 狀態 能力都相當好 7號12馬 111磅7檔 蔡明兆 其實蘇維馬房 這馬隔了一個月左右 跳了四貨 上場回到第三 對頭馬就一定沒有威脅 因為那隻維港人彈掉了 用回蔡明兆跑 蔡明兆也幫這隻馬上名人馬 不需要擔心 但是這隻馬是否可以近期狀態 都維持得到 大前次上完名 然後再前一次 回到第五 我覺得第五可以更好 但始終那組馬實力都頗厲害 會贏 暴大威猛吉隆 都頗厲害 所以回到第五 我覺得還可以 上場 其實只有一隻好看 就是正正維港智能 所以對比其他 上場回到第三 都是恰如其分 所以是12馬 維持了狀態 在這一組 可能隨時都可以繼續上名 超過而經歷 111磅12檔潘頓騎 禮超星馬房 這馬隔了一個月 倒了一貨 上場初出 都能夠上到名 這隻馬應該都不差 拆班在三班 當然啦 有個一檔幫手 又是啦 輸給超級馬 永遠美 這些沒得好說 所以變成一隻八毫二勁力 今場抽12檔 希望不要那麼熱 一樣都是 看潘頓到時會這樣跑 等他在前面自己放 會不會有好處呢 9個暴力如風 111磅6檔 周俊樂騎用天盤馬房 一馬隔花一腳 一試一貨集 跳了四貨 近期其實多數都是由 周俊樂自己一手一腳操 自從初出第二場上了名之後 最近兩場都叫做 跑得一半半而已 沒有預期的進步 這樣上來 所以這隻暴力如風 我覺得差點 但不要緊 我覺得這隻馬試完貨集 回到來 狀態再 因為它始終隔一個月左右 試了貨集 再這樣做一做 這隻馬又好像再升多些 又不同了 好喔 又問我六檔 這隻狗學暴力如風 看看有沒有機會 在這裏再爬好些 小學年少有威 111磅4檔 何宅耀奇 老虎全馬房 一馬隔花一腳 跳了六課 有一課怕跳的 最近 贏完泥地之後 再上去三班泥地 都是上名 剛剛那一場 你輸給那隻 永遠沒有話可說 人家那隻憎情 還贏得那麼輕鬆 可想而知 上次輸給他 都很合理 所以這隻連少有威 其實這隻馬本身也很厲害 這次有個四檔 看看這一組三班千二米 有沒有機會被他突圍而出 11號鑽色催橙 119磅14檔 馬駕 日本輝馬房 這一馬隔兩個星期 跳了兩課 落地爬了第一場 沒什麼表現走勢 狀態各樣東西都 還不是很夠 你看看模式都比較淡 淡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暫時還是處於適應階段 再給他一點時間 還要排十四檔 留意住走勢好量 12號神虎龍區 119磅一檔 蘇蕭輝奇 五彭之馬貨 這馬駕花一巨島 試一貨雜 跳了三貨 最近又試雜 迫下這隻馬 狀態有些進展 比上次好一點 今次不同的地方 就是有個一檔 再幫手 這隻身馬 上場 初出一千米 不太有走勢 跟不上 上場回來 也算是有個第六 向主馬群走得更近 看這隻馬 可能1200-1400 會更加好 今次有個一檔 看看蘇蕭輝 如何發揮這隻馬 13號 結出漢子 119磅9檔 氣威心奇 旅養一馬房 這馬駕花一腳 試了貨集 跳了三貨 上場有些阻滯 回到第四 也算是近 輸給那些馬 沒得好說 連少有威 有儀 儀勁力 還有 永遠美麗 這些馬 比較側身 當打有能力 但是賽前這貨集 回到第二 都頗吸引 力度也不錯 進度也來得不錯 擔心就是抽了九檔 因為始終這些側身馬 都是那句 你抽了中外檔 你不知道他怎樣跑 你跟上次的跑法有不同 變相你回到的名次 都很大分別 因為上次是抽好檔 14號八卦 116磅13檔 無險冬騎 除以石馬 富王 這馬駕隔兩個禮拜 跳了一貨 那麼大把 近期操練 就毫無進展 這馬 狀態就一定是不好 因為最主要就是 應該是想他減分落四班 因為這隻八卦 在三班來說 應該就有點盡 以他現在這個年稅能力 所以這隻八卦 想的方向就是落四班 再動手 最近狀態都沒什麼壓迫的功夫 狀態一般 而且七彎大害當 我想這隻八卦都沒什麼好看 這組三班千二米 其實都很多好碼選 六號旺旺神區 就怎樣都是首選 你這樣贏 那麼厲害 三班我覺得難他不到 這一組不是特別強 你要難他也有難度 所以六號旺旺神區 應該在這裏可以輕鬆贏得到 怎樣都是選擇 除了講他 也要講講其他馬 再來選擇 就選擇10號 這隻年少有威 每次都對著超級馬 他本身都不差 你說要贏 可能未必贏到 那隻旺旺神區 但你要他做Q 應該都很穩陣 跟你可以埋到Q 但是擔心就是 看看一隻二競力 會不會有機會過到 這隻年少有威 因為二競力應該都不差 但我覺得年少有威 因為檔位又好過你 狀態又跑開了 所以我覺得這隻年少有威 應該就如無以後 可以跟這隻旺旺神區拍到Q 當然啦 100號二競力都厲害 上次初出回來 也有個第三 但這次你要排大外檔 這件事就是另一個 要考量的東西 再加上看看到時候 臨場的賽道形勢 究竟三碟是否真的太過虧 還是內蘭很多人跑得不好呢 是不是 不知道的嘛 最重要的要記住 就是留意賽道形勢 你前肢 你後想 你內蘭 你外碟 他跑到這麼後的場次 更加要用這些來幫忙 選馬 再來選擇 超霸性 我覺得用半魂爬這些馬 真的很適合 即是找空捐 引力 跟你衝一段 因為最近兩次 其實沖上第四都可以 所以我的四都超霸性 都要選擇 狀態又在這裡 那你說有什麼馬可以說 九號暴力漁風 我覺得 如果大家對的話 可以選擇這些馬 賠量一定不會熱 周進樂同仁天鵬 很少做大熱門的 不多 不是說沒有 最重要是這隻馬 我覺得是有質素 自從上完名之後 那兩場跑得不好 我也解釋不到 為什麼跑得不好 可能真的不夠跑 或者狀態未夠 可能那場 銀量之風是藥組 所以才回到第二 但最近的貨集 回到來試 我覺得 這隻馬好像有點不同 之後再粗下來 隔花一個月 再做過 這隻馬好像有點進步 所以我覺得 九號暴力漁風 如果是冷門的話 大家不妨拖一下這些馬 可以搏 他 那你說 12馬上次的第三好嗎 我覺得 上次12馬是 恰如其分的水準 你說是不是很好 不是 因為很簡單 你輸給那些什麼馬 為什麼呢 維港智能 你就已經預算輸了 但是 動感先鋒 你是否預計他很厲害呢 所以變成上次的第三 你理論上是應該要贏後面的第三 你要過維港智能 就不可能 反而是用動感先鋒 跟他做準則 所以變成10月馬上次的第三 我就覺得 一般 黑如其分 你說是否很厲害 又不是 反而 那些難怪是什麼呢 2號坎天鐵翼 當然 馬房是弱的 但是 你說賽前那三貨集 的而且 看到這隻馬 是很吸引的 很少可能 這些 苗里德的自購馬 這樣插三班之餘 賽前貨集 這些集 都試得這麼好 這些馬隨時有分 有分在手裡 再爆你 而且他在英國那邊 還在贏二級賽 都是跑1200米 所以這隻馬 你看到腳快腳也很成熟 那 是擔心馬房太弱 最後只有第二第三 如果不是 寧願搏他一招 一招掃你 都不出奇 這些坎天鐵翼 因為你不知道是什麼底細 你沒見過 望望神區 你是期望他很好 一路會升上去 是不是 那這隻坎天鐵翼 一出就掃你 都不出奇 所以我覺得這些馬不明物體 可以搏下 另外其他可以再講的馬 就是 1號神虎龍驅 12號神虎龍驅 因為 都是那句 上次回來 好像叫做 追了兩步 挺近的 增加程之後 但今次抽一檔 這些馬用一檔 有時困住他 會不會這麼好呢 那當然 有一檔 其實對於質身賣 應該是好才對的 所以這隻 12號和13號 神虎龍驅 其中都是這些 側身馬 你覺得 其他馬 上次看過 跑過 都不太好 除了一隻旺旺神虎 你可以搏下這些難玩 但我會照選 我幾隻之餘 再提議 搏下2號 撼天鐵翼 毒贏 那我選的馬 今場選的馬 就是 6號、10號 8號和4號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 我們這條片的內容 可以按一下 訂閱這個鈴鐺 然後可以開啟 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 最快最新的收到 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什麼想 和我們交流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 立刻回覆你了 多謝大家